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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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年啊,咱们北方人必须要吃这饺子,南方人必须吃这饺子,特别是那个姜哥地盘,图会要洗一下。 年糕粒已经切好了,我们再给茶树菇,现在切那个茶树菇粒,那么这个大小跟那个年糕都差不多。 对,我们今天用的茶树菇是鲜的,因为这个茶树菇一定要学习比较粗一点。 下一步就是开始点火,不做水,不做水,要加油,锅子烧热,锅烧热以后,加油,煮快一点吗? 少许多一点,因为要炸这个茶树菇的,可以,茶树菇炸一下它会更好,炸到它为你起硬皮,这样的话口感吃起来比较好一点。 那么炸的时候,记住,油温一定要高一点,高一点,这个油温最起码在七层左右。 你不跟我说啊? 昨天有菜的,第一步要切好,第二步要炸好,炸好一点。 你看,颜色马上变,马上不一样,洗硬皮就好了。 好,接下来就是,这个小火,开那点小火,把这个年糕给煎一下。 这个底油,用小火煎,煎到它外面脆。 这个年糕应该是上海菜的一个特色。 上海人,它可以当主食吃,就像北方人吃饺子一样。 对,年糕这个时候的意思,越煎,它里边越松软。 越软越软,越香嫩,外面就脆。 煎的时候油不要多,煎软了,大火气顶一下,外面更加好。 好,切好,切好,下一步就得烤好,烤年烤好,烤年烤好,烤年烤。 外面有点起壳,就可以了。 对,还是小火,还是小火。 放少量的,有部分的,去煎这个牛仔粒。 哦,这个牛仔粒是从那个牛仔骨上卸下来的。 经过那个简单的腌制。 为什么少呢? 因为这个牛肉的话,它自己反而就有这种油花呀,很有量。 拿原料自身的油漆做它的这种菜的话,去烤一下。 这种,这种原料的话,可以使用它的原味。 这种牛仔粒在考虚里买到。 这个可以,如果你没有那个牛仔骨的话, 你可以拿一点牛肉粒,都可吃一点点。 一口香味它就温出来了,有点烧烤的味道。 很香的,很香的,对。 接下来,再烤点底油。 好。 是干葱,蒜片,那个葱段。 放上这个,蒜苗。 蒜苗,蒜苗很好吃的。 香味出来以后,加上那个XO酱。 哦。 那如果家里没有XO酱,就这么多了。 这个XO酱酱主要是拿那个干贝啦,什么的来做的。 所以说你可以放一个干贝啊,或者是海米啊,这些味。 对,对,对,对。 那么,再加一点那个酱油糕。 酱油糕,酱油,酱油糕。 没有的话,可以拿盒有代替一下。 也可以少量的。 我倒上这个,回锅。 翻炒一下。 加一些糖。 加一些那个老抽。 老抽主要调到一种颜色是鲜味汁。 好。 再放一些味精。 好。 制作起来也比较方便。 好,接下来。 好了。 我们再点这一点,这叫什么, 土豆松。 土豆松。 上海菜它的味道,点到为止。 不让你汗也过于重。 今天这个菜一看也很漂亮。 老年糕,大功告成。 您再从头给我们复述一下, 几个环境。 好的。 这个年糕的话呢, 一定要保长的话, 放在水里去浸泡。 所以这样的话, 从此更炼。 还有一个, 茶树都要选用于一种粗脏一点, 像手指粗细的。 水分多意思。 对。 炸的时候油温一定很高。 为什么? 油温低了以后呢, 它会吸收很多油分的。 油温高的话, 保持水分, 油分不会吸收。 所以说这个很关键的, 先要切好。 煎好。 对。 炒好。 注意口味方面, 还有一个问题。 就是你不要紧, 加了很重的重。 是,是,对。 因为耶稣这样的鲜板, 加年糕也先把这些食物吃完, 对吧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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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方面注意一下。 对, 年糕的话, 外菜,对吧, 比较糯的, 牛肉的话比较鲜嫩。 但是有一点, 一定要祝福大家, 就是老年人和小朋友吃年糕的时候, 要细焦, 卖卖卖卖, 所以我们这些四号牌。 切好, 煎好, 炒好, 只吃好。 祝大家外出手艺, 给大家带个晚点。 明天早上, 一套节目, 老时间老地人老朋友, 不见不散, 再见。 怎样在家里烧制出头感好色泽诱人的丸子呢? 国际级评委, 中国烹饪大师崔浩, 将在明天的节目团团圆圆中, 介绍自己独到的处理方法, 敬请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